123-4号 这个计划叫做睡眠79 那79事实上代表了79天 所以我们希望持续在这79天的展览中 有关睡眠的不准活动都可以产生 概念、思想都我跟Matthew Fuller一起合作 今年开始9月的时候在Lint 我们第一次有一个睡眠48个小时 这一次等于是在这79天里面 整个计划更庞大了 整个架构方面呢 也是跟一个我的老朋友叫叶茨仁BK一起合作 我们会去构想一些说 如何把原来我们想要做的 然后跟地方性有一种配合 事实上在台湾有很多这种算是二轮车 通常是来运货的嘛 这些工人都是很早起运货 在市场运货 那下午的时候他把车子一摆在树下 在车上睡觉的嘛 把它延伸到今天就是说给一些资讯劳动者 有一个好像停顿下来的时刻吧 最主要就是一个停顿下来的时刻 开始构思出这个概念 我们就决定是必须要找很多人来共同合作 而且每个人的合作都变成一个自主体 这个作品的medium就变成很广泛了 包括饮 包括吃 包括食 睡 眠 念 读 这些不同的一个 就是说平常我们的行动 都变成一个艺术的medium 那这个我觉得是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空间 好像说你这边是25辆睡眠车 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像咖啡空间 一个是放睡眠影片空间 一个是脑坡测试空间 可以在里面穿插 然后经历各种不同的体验吧 如果你真的谈到一个艺术作品的实验线 那你如何让它变成一个真正一直在processing 一直在进行式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比较值得思考的地方 就这样做了 那我们就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你慢慢做 这个是比较值得到的 这个是比较值得好 所以我们就能做出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 感谢观看